我们还得再看一看脱欧的问题 其实你像英国的经纪人这样一个杂志 说了一句话 Mother of all masses 这个话拿中国的国骂来讲的话不好听 但是也说明现在英国国内是一团糟 另外就是台湾的联合报就指出 走错了一步路 英国精疲力竭 一无所获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该脱欧 脱欧的话让他们脱欧 自己如此的拖累 下一条消息 明报和信报都在说 一件事实际上还是脱欧问题的话 特黎沙梅是脱自觉 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工党现在拒绝在考虑脱欧的问题 有可能会搞二次公投 也就是工党现在觉得只有二次公投 让老百姓再来选择一次 要不要真正的脱欧 这是信报 再来看这是来自于菲律宾当地的媒体 中国的护航舰艇 现在是顺访菲律宾 来传递中非之间的友谊 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南华早报 习近平和马哈蒂尔之间有特殊的关系 而且有相互之间理解的方式 这恰恰表明 中国跟马来西亚之间是关系正常化 不要有更多的一些顾虑 这条消息就是普京呢 俄罗斯将继续协助塞尔维亚 强化国防力量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指责美国和西方 不断地来干扰巴尔干半岛的问题 制造紧张的态势 包括这是卫星网相关的消息 我们再来看 这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两条消息 新加坡的媒体就指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李显龙总理之间 进行电话会晤 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中国跟加拿大的争端 另外呢就是TPP的问题 所以加拿大现在针对和中国的问题 现在已经是火烧美貌了 到处去求援呢 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台湾的联合报 这个指的是佩罗西 有勇有谋 那么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 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来自于民主党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特朗普现在给佩罗西不断地使伴 你想做军机 对不起 你想去视察军队 对不起 因为我才是三军总司令 这是来自于纽约时报 还有一条消息就是 关门的这个事件呢 可以说对特朗普之间影响是非常大 现在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 开始不断地下降 这是金融时报 那么世界日报就指出 数万移民听证将会取消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部门已经关门了 所以华人哀叹 我还要再等几年参与 才会有下一次的听证 但是律师就建议 你该去去 有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是特朗普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 对华盛顿邮报 这里面所指出的一个问题 包括在明报上 也指出了 就是特朗普酒店接待外宾 但这些外宾是来自于哪呢 或许是特朗普的某一个政策 对这些企业有好处 那么这些企业就入住特朗普酒店 来给予回报 但是这涉嫌腐败问题 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 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指数基金支付 颠覆基金行业 这个人叫伯格尔 逝世中年89岁 那么巴菲特就认为他是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巴菲特能够赢得赌局 全靠伯格尔这个人 所以也希望逝者安息 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 还有一条消息是微软 微软39亿 住西雅图建可负担的房屋 这确实是解决了一个 居者有其屋的问题 这是来自于明报 另外还有就是西雅图当地的报纸 这条消息华尔街日报 我们再来看 这个说什么呢 就是中国现在和伊朗之间 又进行合作 我们在进口30亿美元的石油 但是现在这种条件下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看欧盟 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现在已经开始取消 和伊朗之间的石油进口的合作 那么中国确实不断地 在支持伊朗正义的行为 还有我们再来看德黑兰的时报 这里面就指出一个 所谓的媒体人 现在去了美国又被抓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可能说了一些 对美国不利的话 但是这个人是美国籍 他是出生在美国的 所以美国的人权究竟体现在哪里 至少我们没有看得出来 还有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 这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相关消息 也就是18岁以后的小孩 不允许出去 为什么呢 为了防止你吸毒 所以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 是不是违宪 不知道 下一条消息 我们来看信报 就是韩国现在力推氢能经济 20年之后的话 将生产氢能的汽车 现在大家还考虑的是电动汽车 实际上韩国已经考虑到 以氢作为能源 来推动汽车的前进 这确实也是一场革命 因为氢到处都有 它就是水呀 再来看 从统计来看 访日的外国游客消费 发生了新的变化 这个是来自于日经中文网 大家看访日的人数 在不断地增加 以前大家去日本是购物 现在大家去玩 玩的消费比例 已经占到了极大的一个比例 说明人的观念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还有来看信报 理想餐单是什么呢 就是肉糖 减半 蔬菜 水果要加具 要加倍 这样的话才能让你 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觉得我应该 按照这样一个餐标 来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